欢迎两位 你好 这个小片当中 你们也各自讲到了 你们是一个 再婚重组的家庭 是吧 对的 资料上面也说 认识了很多年 是不是 对 从小就认识 是邻居是不是 对 你们也没想到 反正各自结了婚之后 最后又分开 你们还能在一起 是吧 都没想过到过 从来没有想到过 对 从来没想到 那个感情方面想过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 还是有缘分 那怎么了呢 那就好好珍惜吧 大小就认识 就是因为孩子的事情 引起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孩子 对 年前就是女儿得病嘛 得了比较严重的糖尿病 然后她一直没出去做事 就得病之后 她就非得要去做事 我想要她帮我照顾我女儿 她就非得出去 离婚之后 孩子归你抚养 是吧 孩子是归我 但是一直住在前妻那边 但是现在 现在因为这个得了病之后 我前妻是 因为她也要处对象嘛 她带着这个女孩也不方便 所以就交给我了 你希望她来照顾你的女儿 对啊 她明明也知道 她女儿也得病了 她自己工资也值那么一点点 我肯定要出去工作呀 我不可能 一定那么大在家里 带着小孩 我也不是跟你没说过 可是她不听呀 她也对我发火 说我不对她女儿不好 你本来就对我女儿不好吗 我对女儿怎么不好呢嘛 你自己忘了你 半年前不是因为吵架吗 你跟我女儿是怎么说的 你说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青梅竹马什么 带着小孩 你最关键了 你自己人的信念 我爱你 好 你真是成功 我摆着小孩 我给你了 我可以对我 теп儿才能 meses 我比如说 你们 老实话 父母 你 我 老实话 你 这样 我 好 门 我 这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那为什么我说的话之前 为什么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呢 你前期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呢 为什么我对你女儿的好 你都不记得呢 你对我女儿好吗 我对你好或者你都不上乎 你对我女儿好吗 你怎么对我女儿的 我怎么对你女儿不好呢 就是我女儿打电话 想过来到我这里来 她都不同意 然后我叫她去接一下 她也不去接 我女儿我自己把她接过来住 半年时间才过了两次 她都不理不问 不管我女儿 我怎么不管你女儿 是你女儿自己回到这个家里 看见我了 就当时没看见一样 这样都不叫人 我就好心好意的 下期一天说 你怎么不叫阿姨 看见阿姨 那我最近我不打理她 是你小孩不打理我 还是我不打理小孩 你就是说清楚 又是因为你自己啊 你对她不好吗 她对你儿子怎么样 她对我儿子 她喝的酒 她就喜欢了打人 她是打你儿子还是打你 她打过我儿子 同时也打我 有一次是为什么 因为她儿子吃饭嘛 坐在床上吃 她就追着喂吧 搞得床上到处都是饭 她儿子故意从嘴巴里面 把饭吐到床上满地都是 我就说她 我说你要教育她 这小孩子这么小 你都不教育 长大了怎么办 她就不教 她就不教育孩子 然后我没办法 但是她有多大小孩呀 她才四岁 她懂什么 那你去打她 小孩子这么小 你都讲到了怎么教 那你教育方法是打小孩的方法吗 但是你不管打小孩 你连我也打呀 不是打了一次两次 多次呢 喝的酒是几次了 那是我喝最久 我确实知道 我那次 我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了 我喝最一次 不管你喝一次 喝酒 我是给你承认错误了 她说她打了一次 你说打了多次 道理是一次还是多次 她打小孩 是打过一次 但是她打过不止一次的 就是她对你动手 对 动过几次 但喝这酒也动过几次 打得我几年准到 你跟你前妻动过手吗 也动过 你们离婚是因为你动手吗 有点吧 资料上面也说你现在没工作 你没工作大概有多久 一年多的样子 难怪她说 女儿没生病之前 你不做事 不出去做事 女儿生病了 我希望你照 因为我没上班的时候 她自己也同意了 我在家里 然后我在家里 我又不是没有 是跟我一样的 是照顾她呀 做家务呀 你怎么照顾了啦 什么东西我都做呀 你做什么了啦 我做什么了 你自己怎么说的 你说女儿过来了 反正我饭都不做给她吃 有一次 我晚上下班 八点多钟回去了 她在看电视 女儿坐在床上 饭都没搞给她吃 我很生气的 那次 我怎么没弄饭给你 女儿吃呢 那你每一次来 就不就是那一次吗 跟你吵一吵架 你每次女儿过来 不还是弄饭给你吃 反正你就是对我 女儿不好 我怎么对你不好 就是因为这半年 你从来一直以为 从到现在为止 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我也是一个人 你也是个人 你为什么不能够 体谈给我呢 我体谈过你了 我付出了 为什么你不 我哪里不关心你了啦 你关心我什么 关心我 我每年做事也很累的 你还打人呢 打得我皮筋 一块钱一块紫的 还说了个伤心 他对我说的 不管对我啥 对我小孩说的 他跟你孩子说什么呀 他说 他不是我的儿子 叫我儿子滚 当着我儿子面说的 当着我儿子面打我的 你们俩当时 为什么要在一起 他刚开始 还是蛮好的感情 但是到后来 好多是因为小孩之间 产生了好的矛盾 然后各种的意见 都不相同 所以就已经越吵越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年多 其实在家里 你觉得有点受够了 因此要出去工作是吧 对 不是说受够了 如果他 但问题是你现在 你现在说出去工作 我可以 就是无畏无智地付出我一切 就是我的无所谓 我可以照顾强 但是他从来到尾都没关系过我 就是觉得我是应该的 你还说我没关系过你了 他还在说 我连起一个保姆回来 我还都比你强得多 就是感觉到 我连一个保姆都不如 站在眼里面 我什么都不如 明白了 就感觉别人什么都是最好的 我什么都不好 懂了 女生很委屈 如果你对我好 让我感受到你对我的好 我愿意为你付出 对 现在我什么都感受不了 什么都没感受到过 所以我就要出去工作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他就是因为半年前那个事 他就对我女儿有看法 他对你女儿有看法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了 这样吧 我建议啊 你把儿子接过来 你照顾他儿子 照顾吗 照顾啊 你照顾他儿子吗 他也接儿子过来 我也照顾啊 打吗 你照顾什么东西 照顾 等 我呢 你照顾他 我是照顾他 儿子是你儿子吗 你先给我弄清楚 一个问题 是 他现在叫我爸爸 跟你还挺好 真的还好 真的很好 你认那儿子吗 你问他打心 你认过我儿子做没有 所以 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纠缠 有几点 其实应该弄清楚 你们俩是结婚了 你们俩是夫妻 如果你们真的相爱 当然可以爱无几 你们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呢 你们把那些问题都扯进来干嘛呀 他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他愿意做一个好继母 那是他的事 他不愿意做一个好继母 你还真不能勉强他吧 我也不是勉强他 我也没说他不让他出去做事 我就说等孩子的病呀 稳定一下 那是可以的嘛 怎么稳定呢 这个糖尿病好像还是可以治好的 儿童糖尿病不可逆 我跟你说 从现在开始 你要做好长期的一个准备 但是现在我现在就是想 如果 你别想他 你怎么做 你别老对人家提要求 他是嫁给你了 那他不帮我照顾 让我找谁去 那你对他好啊 我每天也要上班 我就是 对呀 那你求他呀 你干嘛理直气壮啊 在他的眼里 感觉我做这些东西 都必须应该的 因为 就是他必须 他必须我要做 因为刚才你 妻子说了一句话 记得特别清楚 但是哭着说 如果他对我好 这一切都能做 说白了 结果就是他故意的 你必须承认这是你故意的 你不愿意这样做 他从来没做到对我过 你是故意的对吧 因为他对你不好 所以他碰到事了 你现在就要拿他一把 对不对 是 是吗 所以问题很简单嘛 不是他不能 而是他不愿意 因为你对他不好 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 你打着儿子干嘛呀 不过 你干嘛跟那么点的小孩说 我不是你爸呀 你不是我儿子呀 他一个四岁的孩子 四岁的小孩 听到了他有多少心啊 那换句说 我对你女儿真的说的话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人与人之间 都要相比调一下 换一个思维考虑一下 你不是只想到自己 我应该做 我应该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的 那你干嘛 就是说现在知道 现在不能出去做事 帮忙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女孩 不行吗 你每个月多少 一个月的工资呀 你哪里只是 只是几千块钱 你还每个月小孩 又要那么多钱 我也是没办法做 那那你怎么去养活起一个家人 我是没办法 我就是我一个人上班啊 我做事 你能养活起这一家人吗 对啊 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千 对吧 不是能养活 女儿又有病 还要读书 学业费 都要 是吧 我还有一个母亲 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 有惯性病 那所以她出去 补贴一下家用 也没什么呀 但是问题是 赚钱重要还是 没有啊 还是女儿的命重要 这个孩子调没问题的呀 现在没人照看 主要就是 他不需要照看呀 定时打针就好了呀 你先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需要怎么照顾 然后才是解决方案 但是那是下一个 现在你们要回到 夫妻关系的本身上来 爱情的本身 或者情感的本身上来 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听明白了吗 别那么明白了 什么 他都不喜欢你 他都不爱你 他怎么会照顾你女儿呢 因为他爱你 所以他愿意 帮你照顾女儿 这是最理想的吧 因为他爱你 他不仅愿意帮助你 照顾女儿 还愿意帮你分担 家里的财务上的一些窘迫 他去工作 这是不是更好 这一切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他得爱你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你凭什么要求他那些呢 你们听听老师 他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因为现在离婚率很高 这个当继父的 当后妈的 很多 面对着 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想要让自己 视同己出 确实很难 你们现在因为都是离婚以后 又结合在一起 一个是继父 一个是后妈 这角色本身就很难 这角色本身就很难扮演 想都弄好了 真的很难 然后我想说 我特别想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十岁的姑娘 本身父母就离异了 然后她叫阿姨一直都没有改口 叫阿姨 关系又不好 自己又得病了 不是 我女儿一直住在我前妻那一边 对 就是少接过来 然后就是因为我前妻 但是 不管在那边和在这边 可能都不能够得到完全的父母的爱 对 对她来说是缺失的 所以在你关注这个女孩 你姑娘身体健康的同时 请你要关注一下她心里的健康 那四岁的儿子可是管你叫爹了 人家把口都改了 我觉得你应该 用你最大的能力和最大的善意来对待她 我还想跟女嘉宾说 确实你既然经过一次婚姻 现在这是第二次婚姻 你已经知道了婚姻的艰难 然后你既然嫁给她 你一定是爱她的 现在她有难处 如果你心中有强烈的爱意 你应该在她最难的时候帮帮她 我不是不帮她 我就是跟她说的是 我说只要你关心我多一点点 我在家里心里还舒服一些 问题是我在家里她怎么能不关心我 当时我不存在 那我在家里还有什么意义 意思都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 又把那个球踢到你那儿 你得 我刚才川哥说的对 出的都是绝招 狠狠地对她好 她才能为你做事 对不对 你在你那个工作单位 你手底下那几个人 你对她好 她才给你卖命吗 你对她不好 你还想让她干活 她能愿意吗 对吧 我就说这么多 听明白了 来 郭老师 你跟女儿说的那个事本身没有问题 就是其实你们俩就是这样啊 就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 从小就认识 后来又都离后婚 又走到了一起 这是可以跟别人炫耀的 但是你没有考虑好你说的这个对象 你跟一个九岁的小孩说 她心里会多想 你这个爱情再美好 从孩子的心里 她爸爸跟她妈妈 为什么会婚姻破碎 她不知道原因 她自然一听 你们二十年前你们就好 她自然就会多想吧 所以她多想以后 这种事情 我以前一个朋友身上也发生过 就是你没有想好 你要把这段美好 你认为是心中的这个美好 诉说的那个对象是谁 你没有想她心里的角度 就是任何夫妻之间像这种夫妻 如履薄冰嘛 就是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着想 你要想让她对你好 你刚才一直说她对你不好 你要想让她对你好 你如果对她女儿的好 让她看着过意不去 她一定会对你特别的好 你要想让她对你的女儿好 你就以后永远不能再打人家的孩子 还得对她特别的好 还得像川哥说的那样 使劲地求人家 使劲地爱人家 才有可能 所以说这种关系 就必须站在对方的角度 替对方去想 你跟她结婚的时候知道她有孩子吗 知道 知道是判给她吗 知道 知道她迟早有一天会回到这个家里面来吗 你考虑她美好 有些问题我不觉得是巧合 还是故意的人而为之 她离婚判给她 但孩子却跟了前妻 她所说的原因是因为地点更方便 但是 那会儿她跟你结婚的时候 孩子并不在这 现在她的前妻要结婚 孩子又换了回来 我总感觉这个孩子像脱油瓶是似的 似乎会阻止每个人的幸福 我接下来问你们两个人一个问题 凭信而论告诉我 如果你没有儿子 你会选择一个有女儿的父亲吗 如果我喜欢这个人 我会选择他 那为什么当年没走在一起 因为当年感觉是朋友 比起来没想到那么多嘛 那我再问你 如果你没有女儿 你会选择一个有儿子的母亲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自己就应该找到自己 就是说自己必须和这个女的生一个儿子 不能就是说他有儿子 我首先谢谢你的坦诚 我首先谢谢你的坦诚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女生就是傻傻的 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个判给他的儿子 是将来会不会回到这个家庭 因为他对他确实有爱 并且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也相信 即便我是个单身女人 找一个有女儿的父亲 只要我爱他我也愿意 但是他是抱着现实主义的 这也正常 只是你没有他那么单纯 所以对于你们这一对再婚的半路夫妻而言 你觊觎的感情希望更高 他物质主义更强 所以才会导致在这个生活当中 你要求的是被理解 他所要的是解决问题 你来帮忙带孩子而已 也就是说你找的是丈夫 他找的是后妈 你们俩对这个婚姻的诉求根本就不一样 你想想看 其实在他生命当中的三个女人 他基本上都没怎么负责任 如果前妻是认可他的 不会离婚 其次虽然判给了他 但女儿却跟着前妻在一起生活 虽然美名其约是因为所谓的地点 上学会更方便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是不是承担给自己的自己就要承担 他自己没有承担 让前妻带着 是前妻带着吗 是 对吧 然后他现在找了你 他也没有因为上一段婚姻的过错 而被家珍惜 他打你 他没有总结上次结婚的经验教训 在生活当中不给予你谅解 我相信他跟他前妻离婚的原因 不只是因为打 更多的是因为他对婚姻 更多地抱着现实和自私的角度 他总是说你为什么不帮我带呢 你为什么不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呢 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要别人呢 为什么你自己不可以承担呢 他一直以来 抱着一种自私和功利的想法 看待婚姻 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 宁可不爱自己 也要帮自己承担生活重任 这就是你们对这个婚姻诉求的 极不匹配 极不平衡的一点 刚才说事如己出 是 后妈和继父都难做 但我不要求太高 什么事如己出 相敬如宾可以吧 可以 但是相敬如宾都做不到 对一个四岁的孩子居然会说 我不是你爸爸 要知道一个四岁的男孩子 是刚刚开始对周围的世界 有所认识的时候 他愿意改口叫另外一个人 叫爸爸 你怎么可以 说我不是你父亲 你怎么说得出口 在那一刹那间 我怎么可以说你这么无情 还有一点他无情的地方 他口口声声一再强调 我喝醉了 所以我才打得你的呀 那我也可以喝醉 我现在打你一种可以吗 对不起 我喝醉了 所以显而易见 他说话的任何口吻 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妻子 更没有把你的儿子 当成我的儿子 甚至他自己的女儿 他都没有承担 更多的抚养义务 他对自己的前妻 也没有太大的愧疚 这么一个男人 还是让别的女人 去收拾他 好吗 再玩不过就跑 我倒从这里面 听出了其他的意思 就是爱这个东西 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如果有爱 他们才碰到的 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你才发现 爱是有力的 就是因为务实现实 所以爱恰恰显得 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所以女生说 如果你够爱我 我愿意为你做这一切 对吧 对 男生呢 你是我老婆 你该做 你是她老公吗 是 那你该为她做什么 以后对她好一点 对她好一点 没有你女儿的事 你会说这个话吗 你有意识吗 其实你娶她 娶的并不是那么爱 或者说你爱的方式不对 我宁可相信 你们是爱的方式不对 你们内心是有爱的 所以郭导给了一个 另外一个先有鸡 和先有蛋的一个哲学问题 在刁难你们 如果你对她女儿好 好的她都不好意思了 她就会对你好 如果你对她好 好的都让她不好意思了 她一定会对你女儿好 到底是谁对谁好呢 妇伤都要 妇伤都要 如果没有这个事件 你们还真弄不清楚 你们到底是因为爱在一起 还是因为需要在一起 恰恰是出了这么一个事之后 让你们重新审视和检验 这个婚姻 到底因为是爱还是需要 想明白一切事情都好办 冷静下来好吗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我还是希望你 能够不出去工作 好好照顾我女儿 我以后也会把自己改变 不会再动手打你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会对你 有些事情 听她们老师说了 我也会反思 其实对女儿 对女儿呢 我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也知道我也错 认识到错了 但是至于你 当然我有些事情 真的感到有我寒心 因为我感觉不到 在这家的温暖和 关爱什么都没感觉到 所以我感觉 我还是要考虑一下 我跟你之间的感情 我说了我会改变自己的 我追问一个问题吧 你是为女儿改变自己 还是因为你爱她 而改变自己 都有 都有 这是一句实话 会改变吗 会 真的吗 真的 一定吗 一定 好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 当然 他们的生活 他们做 请开门 你今天说话更傲 算话 你别欺负人家 一定改变自己的 别再喝了 别再打了 再敢动手一次 立刻报警 这个真的绝对不可以 好好的 为女儿 你们俩都得坚强 好好工作 好好照顾 未来的日子挺累 但是你们要 愿意的话 你们能过出资未来 好吗 谢谢你们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以后 回家以后会改掉 然后不想再知道怎么做了 我保证我自己绝对会改的 你会改 会改 一定会改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小心点 妹妹 礼物拿好 妹妹着急 你是真着急 要不然你跪在那儿 先跪在也行 你要那么着急 我也不拦着你 我还有一句广告语没说 我想跟你夫人说 要保诗 亦被诗 我的话说完了 你还着急吗 还有一句话没说呢 对着听吧 因为所有的老师 都等着这个暗号 像一个口一样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好好珍惜他们的名字 好吗 好 谢谢你们 祝幸福 请回 你 谢谢 Lily ades 给我